各位U-Car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麗寶賽車場 要為各位網友測試一輛非常特別的車型 它有多特別呢 它雖然也叫做Toyota Yaris 但是它跟我們印象中的Yaris車系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我們印象中的Yaris車系 它可能就是一般的我們先背車型 然後它講求這個實用的動力輸出 但是我們今天測試的這輛Toyota GR Yaris 它不但是Toyota為了WRC賽事而特別打造出的一款市售車型 甚且它在外觀內裝 然後甚至動力底盤的設定上 也完全不同於我們國內的Yaris車系 然後或是歐規日規一般的Yaris車型 那它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首先我們再來看它的外觀部分 因為只有GR Yaris車系 它是採用三門先背車型 那其他一般車型都是採用五門先背的設定 那此外呢為了容納前後大幅增加前輪跟後輪的輪距設定 它採用了非常寬的車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 它這個前輪拱跟後輪拱都是非常的突出 那原廠甚至為了輕量化的考量 在這個引擎蓋 然後兩側的車門跟尾門都採用了鋁合金材質 那車頂部分呢 國內引擎車型更是採用了輕量化的碳纖維設計 這在一般的市售車上面可以說是非常的少見 以往都是在這種超級跑車或是高性能的跑車上面才看得到 另外呢 GR Yaris它除了在外觀上面有非常特殊的設計之外 它也採用了專門為這輛車開發的1.6升三缸渦輪引擎 可以輸出261匹的最大馬力 那並搭配這個六速的手排變速箱 以及這個GR4四輪驅動系統 而在國內引進車型呢 它更具備中央多片式的離合器 以及前後差速器的配置 所以呢它提供了這個四種模式的設定 然後駕駛可以依據需求去選擇 那它也會依照駕駛選擇的模式 然後去分配這個前後動力輸出的比例 那另外呢 原廠其實為了這個在超駕方面的需求 它也刻意設計了這個踏板的位置 以及這個變速箱的位置 然後並縮短了排檔桿 要強化這個駕駛在操控上面的需求 那為了要測試這個GRS它真正的性能表現呢 我們也特別把這台車拉到賽車場來 為了就是要進行這個單圈的測試 不過呢今天其實已經是我們第二次進行測試 因為我們第一次測試的時候 因為碰到車多還有下雨的音速影響 那當然這個測試我們當然是交由這個冠軍車手 就是國內相當之年的車手陳亦帆來為我們操刀喔 那你就請亦帆來 哈囉 亦帆你好 你好 你好 那你剛剛已經測試過這輛車嘛 而且其實你測試過兩次 對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測試這輛車的生活 其實因為第一次測試的時候 就有很幸運的體會到下雨 可是乾地因為那時候只有不到一節的時間 所以其實沒有很深刻的體會到 那這次因為天氣的關係 所以我們試到乾地 不過在最好的情況下又被車檔 因為今天還蠻雜的 有接車又有廠車 所以要嘛在讓車要嘛在被超車或是幹嘛的會很痛 其實還是蠻可惜的 對 那今天在操作的時候 因為做出來的成績還在大概第四第五圈的時候 所以其實輪胎已經超過他們最佳的狀況 那那時候做單圈的時候就會覺得有點推頭 比起上次來說啦 因為上次可能還比較細 對 那它的推頭跟一般我們試到的不太一樣 一般如果你是小鋼炮 前置引擎的 那只要一推頭車子就會一直往外跑 除非你剪刀很慢很慢它才會再往內拉 可是因為它的差速器的關係 它會在幫你在瞬間的往內收 所以就算你推頭它也不會一直往外 你只可能就是會選擇一個比較 跑路線一點點的路線 讓它可以順著再拉進來 所以其實它的底盤跟它的機械的設計是蠻厲害的 那你覺得它在動力上的表現如何 其實它的動力還不錯 只是因為它的峰值大概4000到6000轉 對 可是你6000到7000轉 這一段就沒有太大的扭力 然後你要到7000轉才是紅線 對 所以如果你拉太久的話 它你會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它有點下滑的感覺 那因為這裡又它慢速彎很多 所以二三檔的變換會比較 讓車手有活用的空間 看你覺得哪一檔比較好 因為你要嘛二檔轉速太高 要嘛三檔轉速太低 我試著彈離合器可是也彈不出去 因為它的轉速真的掉太低了 但其實它在出彎的表現是OK的 就是它在瞬間的這種加速的力道 對那因為畢竟它不是一般的壓力士 對 所以出彎來說你要動力強 你就要先把它擺正 對 所以它才不會推頭啊或是導流啊 甚至電子系統介入 那它比較讓我訝異的是 就是如果你把它關掉 它是真的不會接入 所以你踩它不會一直在那邊限制你 那因為很多鋼炮或是很多接車都會 甚至跑車也會 對 你給了油 如果你還在轉彎的時候 它就一直把你限了 所以直到你拉直了之後 它才可以真正的拉上來 所以它這點是蠻賽車化的 你還可以稍微帶滑一點點 然後給油它就可以拉得出去 那這個跟它的插速器的調校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它外輪可以幫你再多轉一點 所以它車子可以瞬間的用 算是有點感覺起來 有點像後輪轉向的方式把你車出去 那你有嘗試這個不同的調校模式嗎 其實還好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 在賽道你可能要後輪靈活一些 所以可能三十七尺的調校會比較好 可是最後我用到五十五十的時候 發現其實五十五十就夠用了 因為很多車可能進彎的時候就開始推頭 你變成說出彎才可以做 把它的車頭擺正再給油出彎 那它的比較特殊的點是 它進彎的時候它後輪就開始幫你擺正 所以你出彎的時候可以很輕鬆的下游出來 它不會因為這樣子去推頭 那你覺得它的駕駛的這個操作介面的設定怎麼樣 其實坦白說它的介面跟內裝 有點陽純 因為它的精華都在引擎跟底盤 可是坦白說它的車底下的這些設計很多 可能在超跑上才會有 你像它的叉速器啊 拖身啊 你前後分配啊 對 那個都是比較高端的車種才有 對 因為它的售價其實在國內 其實對到很多的那種歐系的進口口口 對 對於你之前試駕過的感受來說 你覺得它們的差別在哪裡 坦白說如果你以這個價位來說 你想要比較漂亮的內裝 你想要比較舒適的座位 或是說有比較大的空間 那當然不選擇 因為這個不是它的用意 它也不是它的長處 對 那它的差別是在於說它的操控真的很保固 它的車底本身就不是一般的街車 它就是為了WRC而生 所以它整體的調校會比較適合場地 那我們可以發現 以它的成績來看好了 畢竟它是手排嘛 所以手排本身就會比較吃虧 對 因為一般要嘛是手自排 要不然就是自排 對 所以你省掉很多換檔的時間 對 那你發現它其實這個成績 比很多車都還要快 那代表說它在彎中 爭取到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它的彎數是非常快的 對沒錯 它非常的靈活 所以其實它在 它跟一般市售的鋼炮其實是 非常大的不同 沒錯 因為鋼炮很多你像 打這現在很熱的Golf 甚至AMG的A系列 它都是從原本街車的 可能A200 A150 或是Golf R GTI 去改裝 去升級它的馬力 然後再去調整它的一些設定 然後再去炸馬力 對 可是你會發現 因為它這樣子它的操控 並不會比較好 可能加速比較快 對 所以反而會有點卡在中間的感覺 對那這個就是很純粹適合曬刀 它的操控真的很棒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這個 一般為我們測試GRA IOS 那希望下次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車輛 來請一般為我們測試 沒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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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